謝謝 董老師 謝謝 董老師 董老師 各位 大家好 我想代表我們這個 風險社會這個研究中心 感謝那個 公共華麗中心 教育公共華麗中心跟我合辦 我們在場其實是有 香港的教外學生在這邊 他們昨天剛過來 其實這是一個全球化的議題 那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其實全球就面臨這個 可以關注的議題 那我提了一些我更想法 就請再做參考 但其實剛剛到現在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就是台灣的經濟驅動 跟環境保護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 不相衝合的問題 我們行政院各部組其實在2011 已經提出了一個概念 就是說要從過去的效率驅動 轉向創新驅動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說 台灣在驅動這樣的 經濟發展的模型 是不是還用過去那種 耗能污染的經濟發展模型 這個是要去改變的 我舉一個例子 有時候我一直覺得 廣告署真的應該要硬起來 2005這一個彰化當年 如果大家記得那個時候 有這個 代曜星污染壓單的兩期事件 2005在發生 廣告署跟 後來跟這個部位協調 會正處 當時台灣還沒有代曜星的 一個簡單標準 但是後來在這兩個案子過了以後 就通過代曜星的容許標準 彰化當年 在當時的民進黨執政底下的 所謂的 應該是 所謂的十大重點工業裡面 因為十大值排放不安 所以當時的工業局長 民進黨執政的工業局長 認為彰化鋼能不能平 一平的話 很多高特經費幾乎沒有辦法收 但是事實上 這個法案通過以後 彰化鋼年應該是在2006的1月 就通過了 這樣他就達到了0.10那一刻 再不到幾個月 他就達到了0.10那一刻 這個歐盟的標準 那我一直認為就是說 像剛剛詹老師講的 這個regulation 可以driv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過去 我們台灣政府 在驅動經濟的時候 事實上還是習慣用這種 耗門污染 耗水的這個產業模型 那你即使耗水 你可以鼓勵這個產業耗水 我三個禮拜前到中鋼去演講 中鋼的人事處的時候 跟我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1989年的時候 赫洛嶺颯讓中鋼斷屏 他們嚇了一跳 所以他們就決心做recycle water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今天中鋼其實在台灣 在recycle 那台灣有很多產業發展 事實上 我覺得中央沒有去 強力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很多事情是需要進行 那這裡牽涉到剛剛 排中來的這個朋友 我想台灣現在要做得更好 並不是環境跟經濟繼續對立 可是這中間真的 我們長期在社會科學 在政策研究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信任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信任問題 不解套的時候 很多事情看到最後 大家都覺得好像一直都 落在環境跟經濟充值的量子 但是有一個可以解套的 我提一個建議 就是說因為剛剛主持人 也提到能源轉型的問題 台中朋友提到產業轉型的問題 那我再提加碼 我覺得治理也要轉型 社會也要轉型 我們講卷單例子 剛剛謝主任秘書提到電動車的問題 譬如說台北市現在要去配爾 在廣設充電站 這個就是一個社會系統的問題 那如果讓像利亞講的 如果讓民眾在這個觀念上去改變定居 或是在生活上去改變 這很多系統要一起配合 沒有辦法是說只有這種環保組 但是環保組或經濟部 其實那個 或是經濟部在驅動經濟要改變 那我們最近 我們中心其實有一個研究 我想也是請教幾位老師 像這個待會我想 就也問一下那個謝主任秘書 看環保組對這個的 引擎的發展 像美國有一個SAP Heads Air Protons Act 那這個是一個空氣污染防治管制 其實它很清楚的就是說 環保組會釋出很精準的管制科學 我想就待會再補充一下 很清楚的去對台灣的工廠煙囪 進行衛星的定位 所以你的台灣污染源量 都可以很清楚的有一個數據 但台灣可能有一個困難性是小工廠很多 這時候怎麼克服我們在地化的問題 那這樣的環保組有一個很清楚的管制資訊的時候 事實上也可以建立一個管制的權威 那民眾事實上在HFB的法案裡面 民眾事實上可以夠夠這樣的管制法案裡面 有一個accessibility 可以拿到這個資訊 所以民眾是可以拿到資訊的 民眾拿到資訊以後 民眾也會生產所謂我們大家比較關心的公民科學 民眾跟環保署民眾跟政府是一起去監督這個產業的 所以產業會自己想辦法再往前走 這會讓它產生製程的創新或是它的產品的創新 所以這個部分就會變成這個產業的創新 產業的轉型 我們講治理的轉型跟社會的轉型 因為它可以發展出類似這樣的一個公民科學的概念 那這個詹律師在他的這個文案裡面其實有提到這個 這個熱門的話題 如何去譬如說禁燒生美跟石油膠 這樣或是改成天然氣的這樣一個氣成 這牽涉到能源的轉型 我是覺得真的是可能行 因為大概真的要去盯進部 民眾都有這樣的期待 你不能是告訴民眾說 那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而是真的要去換算 我不知道台中火力化電腦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火力化電腦 而且是臺美極組 那中部的空氣 我想今天 昨天是埔里的這個空氣方式污染委員會成立 我們埔里大學的教務長江大叔老師也在裡面 那我想這個不是民眾對於這個政府的一個反抗 而是大家真的都在關心這些議題 所以我們的行政院其實要動起來 就是說類似這樣的一個觀念 或是這樣的一個一個字裡的想像要變化 因為你台灣要更好 你不可能再用舊的模式去想像說 透過這樣的舊型的驅動可以維持一個經濟的發展 而且這個也不符合這個我剛剛講的創新驅動的事件 綠色區的驅動經濟 透過這些程序我覺得可以建立 真的慢慢建立大家共同來監督 讓台灣更好 這個信任 有一個準確的科學數據 大家都可以往前走 或者我一直覺得我兩年前 應該說五年前我關心國光石化的一個案子 那時候我非常的感嘆 就是說其實耗掉非常多的社會思綠 就是這種對抗 在這樣的對抗裡面 我們並沒有讓整個社會信任 像這次的案子更往前走 那我覺得這個都很可惜 那台灣在全球也有很長的競爭 我們香港的同學也在關心 就是說PM2.5或是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典範 現在全世界走的典範就是公民參與 公民共同治理 那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應該要往前走的 再度向全世界太組繪圖 其實我們做得很強的 另外兩次